斗魄苍穹中 一共有九位女子爱上过她 那么这些女子都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韩雪是韩月的妹妹 萧炎刚到中州之时 遇见了一位小女生 因为遭遇到了空间风暴 萧炎身受重伤 被随机传送到天北城 刚好韩雪在这里经过 就将萧炎救下 为了报答韩雪 萧炎使用灵魂力量 暗中清除了所有想对韩家不利之人 随后拥有炼丹术 击败敌对家族的炼药师 将韩家的对手全部击杀 让韩雪对萧炎爱慕不已 不过萧炎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 既然接受了美杜莎女王 就不会再对其他女子动心 最终离开天北城去了星运阁 韩雪的结局还算不错 萧炎晋机斗胜之后 送给她一枚丹药 随后帮助韩家成为中州北域霸主 相信韩雪最终也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亚非与萧炎是老熟人了 二人也算得上是同病相连 萧炎需要实力证明自己 亚非则需要商业上的资源证明自己 最终在帝都相遇 更是体现出两人之间的缘分 因为亚非对萧家的帮助 让萧炎非常感动 在近期斗技之后 亲自前往米特尔拍卖行 兼亚非带回乌坦城萧家 不过此时的后者仅仅只有斗宗实力 如果萧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两人最终的结局也会是一场悲剧 薰儿是萧炎的青梅竹马之一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同时薰儿也是萧炎努力修行的一大动力 为了能得到古族的认可 萧炎一直修炼到五星斗尊 才前往古族 与古妖大战获得古族认可 但是薰儿并不是第一个与萧炎成亲之人 最终击败魂天地之后 三人重新举办了婚礼 薰儿最终跟着萧炎去了大清世界 成为无尽火域主母之一 修为高达先品天至尊 云玉与萧炎的感情就像泡菜国的狗血爱情片 但是却是女主的出产方式 女配的结局 两人因为魔兽山脉结缘 但因为云参的缘故 导致二人的感情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缝 云玉的徒弟是萧炎的前卫婚妻 云玉的老师差点把萧家赶尽杀绝 最亲近的人都不留余力地伤害过萧家 让云玉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要老复活之后 云玉机缘巧合之下获得花宗宗主的传承 在萧炎的帮助下 就为禁忌为八星斗尊 斗破苍穹大结局之时 萧炎送信邀请云玉回归加玛帝国 不过后者又没有住进乌坦城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以萧炎的性格 云玉既然回了加玛帝国 自然会抓住机会趁热打铁的 萧炎对紫炎的感情更多是兄妹之情 虽然紫炎的年龄要比萧炎大几千岁 可是谁让他出场的时候是个小女孩呢 因此导致萧炎和美多莎女王 全都当紫炎是个小妹妹 不过萧炎是见过紫炎最美一面的 当时在青山镇的山谷晋山斗黄 紫炎突破之后化身为大人模样 并且没穿衣服 看得萧炎目瞪口呆 后来在吞噬龙凤本源果之后 紫炎才彻底维持大人模样 斗破苍穹结尾之时 并没有提到紫炎的结局 不过书中却不止一次说过 龙凤体制堪比斗地 相信紫炎突破斗地后 必然也去了无尽火域 毕竟萧炎已经将双方的通道打通了 清灵是萧炎在斗地时候 遇见的一个小女孩 当时的清灵才12岁 因为是蛇人与人类生的孩子 因此遭人唾弃 萧炎救下清灵之后 让她做自己的小侍女 还鼓励清灵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清灵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被这样善待过 将萧炎深深地印在心里 后来清灵被天蛇府带走 等到二人再次相见的时候 对方已经是斗尊级别 当时还蒙着面 与萧炎大战了一场 从此之后就一直陪在萧炎身边 修为突破斗盛之后 不知所踪 中中丹塔有五个附属家族 其中曹家有一位天赋极高的炼丹少女 名为曹颖 由于性格似妖 又被称作小妖女 在萧炎未出现之时 萧炎不屑与任何男人为伍 将强大的男子击败 是她最感兴趣之事 不过萧炎出现之后 成功勾起了 萧炎的好胜心与好奇心 但是对于这个女子 萧炎是一点都不敢招惹 成天躲在小一仙身后 不给曹颖机会 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小一仙与萧炎的感情 是命中注定的 第一场出场就给萧炎带来了 飞行斗技 与静联妖火的第一块残土 第二次出现 给萧炎带来了 突破斗黄的闭关之所 第三次出现 就到萧炎负利息的时候了 帮助小一仙控制恶难毒体 同时也帮萧炎得到了一枚菩提子 这是萧炎后来能够获得 菩提心的重要性物 从种种事情来看 小一仙的确能给萧炎带来好运 同时也是陪伴萧炎时候醉酒 陪伴萧炎战斗最多的女角色 虽然结局时候没有成亲 但是也被萧炎亲自接回了乌坦城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美杜莎女王 作为豆婆苍穹官方认定的第一女主 与萧炎第一个成亲的人 结局自然是最完美的 就算最后薰儿也嫁给了萧炎 但是在美杜莎面前也是妹妹的现象 美杜莎女王对萧炎的帮助是无可替代的 没有女王的付出和牺牲 萧炎就去不了中州 得不到三千夜炎火 更别提帮小一仙控制恶难毒体等诸多事情了 这也是小一仙会与薰儿争风吃醋 但却不会与美杜莎女王争萧炎的原因 因为没有美杜莎女王的信任 陪萧炎一起去中州的就不是她 而是美杜莎女王自己了 因此女王的结局是最完美的 无论是在读者心中 还是在萧家族人心中 都是无法被撼动的